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的地方 那里有着独特的风光 但却无人涉足过 因此很多探险家 便会去探索这些地方 在中国的浙江省 就有一个探险家 意外找到的神秘水潭 这个水潭里面有大量的水 探险家花了23天的时间 才将里面的水抽干 但是没有想到 却从里面发现了世界奇迹 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 四位探险家在浙江渠州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水潭 他们觉得这个水潭十分怪异 于是便亲自跳了进去 一探究竟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他们竟然发觉 这片潭水竟然深不可测 四位探险家觉得非常蹊跷 于是他们从外面运来水泵 开始对这个水潭进行抽水 没有想到这一抽就是23天 23天之后潭水终于干涸见底了 四位探险家下去一看 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他们在地底之下 发现了20多个人工开凿的巨大洞穴 洞穴里面有非常多的壁画 以及古代的建筑 他们知道自己发现了古迹 于是赶紧找来了相关的考古专家 他们称这片地下洞穴为龙游石窟 并说他建造时期在公元200多年前 距今非常遥远 而他的体积也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最大的 一些专家纷纷对此进行赞美 并还夸这是世界第九大奇迹 但是这个石窟是谁建造的 他为了什么建造 却都不得已而知了 有人猜测这可能就是当年 岳王勾建暗自练兵的地方 也有人猜测 这是某位帝王的神秘陵墓 但是在洞穴里面的壁画 以及其他建筑上 都没有得到直接的证明 迄今为止 石窟里面已经发现了 25个大大小小的洞穴 但是当地政府却只同意开放 其中的5个共游客参观 不过这也足够了 因为这几个洞穴 每一个的面积都非常大 有的有几百平 甚至还有的达到了上千平 在这些洞中 一般都有2到6根巨大石柱撑着 这些石柱表面光滑 大小相同 一看就是人工开采出来的 洞穴里面的墙壁上 还有很多非常精美的壁画 这些壁画展示了 当时的社会风俗和生活面貌 为研究石窟文化提供了 非常大的参考价值 在发现了这座珍贵的石窟后 政府立马将它保护了起来 并且还为它申报了世界文化遗产 虽然龙游石窟的建造目的 已经难以考证了 但是专家对起并没有停止研究 近来这一研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一位博士提出 这可能是汉朝时期的战备仓 就是用来储存粮食和军用物资的地方 这一假设得到了专家的认同 但是还需要更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这种猜测 不过对于我们这些游客而言 我们只需要好好欣赏石窟的巧夺天工就好了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感谢观看